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阳光炸弹下生存 应该是这样翻译的 哦 这关不能选阳光 那么这关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开着小车的将士 他会放这个护盾的 那么激光斗是必不可少的了 然后小吹风也带一个吧 小吹风带一个 然后之后因为不能产阳光 所以特别高费的东西可能就没有用 肩管强一定是要带的 对吧 嗯 双发带不带 金刀炸弹带一个 双发带不带呢 嗯 双发带一个吧 好 直接开始 那么我马上可以看到阳光会从天上掉下来 哎 没错 这就是阳光炸弹啊 这就是阳光炸弹 千万不要点他啊 他在天上落下来的时候 他是紫色的 如果 我不知道是紫色的 蓝的 我死亡 大家知道 他在天上落下来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点他 千万不要点 等到落地变成黄色之后 哎 变黄色之后 我们都喜欢黄色对不对 嗯 变成黄色之后呢 我们再去点他 就是阳光了 所以这关阳光其实并不是很缺 但是这关节奏比较快 所以我们打的还是要这个 谨慎一点 谨慎一些 土豆堆也尽量不要用啊 能不用就不用啊 省一点 像这种关卡应该就属于金钱 属于金钱有限的关卡 所以钱呢一定要省着用 嗯 把钱用在刀刃上 这好像是我们小学老师前上跟我们说的话 把脑子用在刀刃上 把脑子用在刀刃上 好像是自杀行为 天呐 我上了这么多年学 今天才反应过来这个问题 什么叫把脑子用在刀刃上 坑死我了 老师 哎 这个飞行僵尸有一种搞不死他的感觉啊 那就送你个吹风 哎 别别别 哦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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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演示啊 就是如果你点到了这个紫色的这个阳光之后 就会发生这种非常悲剧的事情 我也是这个 舍弃小五啊 为了大我 舍弃小五啊 给大家做了一个这个示范 嗯 果然很高尚啊 我 当然更多是无耻啊 好 放一个坚果枪 给他一个冰冻 小风扇 情况不是特别妙 那就来一个吧 把这个放在这一套 应该是比较难打的一路上 冰冻放一下 减缓一下它的速度 我们应该把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电眼弯豆吗 还是电眼八豆呢 好 可以看到这关打就相对而言是稍微有一点紧张了啊 也是出于我一个个人的疏忽啊 我浪费了一个这个阳光 因为提前点它就爆炸了嘛 那么最后一波就已经没有难度了 因为我们攒了三个强花 我们只要放两个就可以把整个屏幕全部都秒掉了 好的 哎 那么这一关就过了啊 这个飞碟应该是无尽关卡 好 走着 继续 继续 哎 这个广告物是他 好 无尽关卡是开放了 哎 它这个 这是什么东西啊 它在偷啊 它在偷这个传送点啊 嗯 哎 好的 刚刚得到了新花 看一下 嗯 我明明就得到了啊 得到了 好 那么 咱们的 这个不可以踩吗 好 那么咱们的第四关就到此结束 咱们第五关再见 好 因为 好